聚集了一群音樂人 一起踢踢東西 多一點機會接觸音樂 這是令我非常開心的 大家好 我是Brian 我是土瓜人Parler Music的加盟者 都加盟了兩年半 我同時也是裡面的鋼琴和大提琴導師 為什麼在這麼多個行業之中 選擇音樂教育呢? 因為我本身都是在大學讀音樂 以及我本身都是一個國學老師 所以就選擇了這個音樂教育業 為什麼會選擇加盟這個Parler Music呢? 偶然的機會之下 就看到他們的廣告 那時候也是打算開一間琴行、創業那些 看了他們是這麼多分校的 都是值得信任 接著就約出來聊的時候 我本身都是覺得他們無論是CG 或者支援都是足夠的 所以就最後就選了Parler Music 那開店之前 他們有什麼支援呢? 包括了找店舖的選址 談租金方面和業主 然後裝修建議 以及制定開業前的宣傳計劃 開了店舖之後的培訓 都是有給支持我們的 開業之後 Parler 怎樣在營運上支援呢? 那他們的管理團隊 都會定期派經理或者同事 用來巡舖的 來給我們前台同事 或者導師一些支援的 而宣傳方面 他們都會讓我們做一些Open Day 這樣的活動 來吸引多點新生 那加民了之後 對生命有什麼改變呢? 那有一個自己的地方 來玩音樂 還有都學了很多其他樂器 因為都是有機會 認識了很多其他樂器的老師 所以都是一個好的機會 來進修自己學多點東西 那都有些開心的事 想分享一下 開了這個Parler Music之後 都聚集了一班音樂人 一起jam一下東西 多點機會接觸音樂 這個是令我非常開心的